最近,甘肃天水古城内一座明清时期的文宝院落 被改造成日式风格餐厅一事,引起热议 曾经庭院宽敞,青砖带娃,雕梁化洞的中式古建风貌 已被替换成了日式风格 经营者甚至还进行了大幅度的风貌改变和加盖 我们可以看到,该院院中台名都被木板覆盖 在西乡房外还加盖了两间日式小屋 这一系列操作对古建筑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 而在去年年底,院落装修时 时任天水古城特聘顾问,负责修缮古民区的专家黄国祥 就已经发现了问题 他曾多次要求经营主体停工整改并修改装修方案 但当时负责运营天水古城的甘肃省工行旅却置之不理 到头来,这家日本料理店还是如期开业了 然而,类似情况在天水古城并不是个例 10日12日文宝院落变成了一家经营餐饮和灌灌茶的餐厅 曾经精心修缮过的柱子上钉着指纹打卡机 在后院更是加盖了采钢厨房 16日董家院作为文宝院落中保存较为完好的清代建筑 现在成了一家经营铁锅羊肉的餐厅 为了顾客上下楼方便 同时扩大卫生间门口的空间 经营者更是将院落楼梯进行了拆除 根据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无论是液态设置还是装修改建 都需要经过至少县级文物部门的批准 以上这些院落通通没有进行这一步 主管部门也因没有收到任何报批手续以无从监管来推责 并且这些院落似乎存在着挂羊头卖狗肉的欺骗行为 在授权公司所存的商业答案中发现 文保院落的申报材料和目前的实际经营业态是不符的 例如紫砂湖经营变成了私房菜 酒馆变成了火锅 茶社变成了餐厅等等 除了以上问题外 院落还存在遮挡消防设施 木结构缠绕易燃物撕拉电线等问题 如果一旦发生火灾且未能有效控制 即易形成火烧连影的局面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而对于这一系列问题 天水市委市政府今天给出了回应 称会立即成立核查组制定整改措施 跟踪推进整改 甘肃天水拥有中国西北地区 现存规模较大和保存较完整的明清时期 区域迷院落群 因历史久远 不少古建民居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为了抢救这些古建筑 当地对西关片区 启动了抢救性保护 从2015年到2021年 拨付西关古城保护资金就超过了8.88亿元 但不到两年后 花大成本修缮的文保院落 竟改头换面 摇身一变成了商业街 不仅参观区域受限 消费门槛也步步提升 背离了修缮初衷 也令不少游客含心 其实我们并不是反对文保院落进行商业化 而是反对一味趋利 牺牲文化价值 让文保院落再遭破坏的商业化